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解说 谍中谍系列电影之谍中谍6 这次开头是在伊森的梦境中 他梦见自己与朱利亚正在举行婚礼 可是神父却说了些让他内心十分恐惧的话 让他一下子从梦境中惊醒过来 这时正好有人敲门 伊森拿着枪,小心翼翼的走下了楼 打开房门后 看见了一个快递员 他把一个档案带交给了伊森 然后就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伊森拆开了袋子 里面装着一本书 翻开后是一个V型投影仪 确认了身份,他开始读取新的任务 视频中说,在伊森抓捕了莱恩后 辛迪家中的一些人还没有被抓到 他们自称为使徒 在全球范围内 专门受雇从事各种恐怖行动 情报显示 一位新客户克拉已聘请使徒 进行大规模的行动 他是一名极端分子 一直想破坏当前的国际秩序 挪威核武器专家尼尔斯的失踪 就与克拉有关 而且使徒们一直与东欧黑社会势力 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黑社会势力手上有三个布核 这说明他们三者正在联手制造核武器 凭借他们现在掌握的资源 可以在72小时之内造出三枚核武器 因为这些东西方便随身携带 所以可在一夜之间部署至全球 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 而伊森的任务就是阻止使徒拿到布核 了解了任务后 伊森班吉和路德一起来到了一个隧道中 与黑社会势力进行布核的交易 进行到交钱拿货的这一布时 出现了意外 路德与他们失联了 拿不到钱的黑市贩子们想要杀了伊森和班吉 还没等开枪 就被使徒们给打倒了 伊森和班吉趁乱拿上布核躲到了墙后 这时使徒挟持着路德站在了隧道里 对着伊森喊道 用布核换路德的命 危机时刻 伊森选择向他们开枪 打跑了使徒后 跑到了路德身边 翻现路德正好穿着防弹衣没有受伤 再等回到刚才的位置时 布核已经被使徒们拿走了 这使他们意识到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在一个病房中 电视里播放着关于使徒们用核弹袭击各地的报道 病床上的尼尔斯醒了过来 在看到报道后 他开心到飞起 这时路德和伊森走了进来 他们把在尼尔斯实验室中找到的东西扔给了他 尼尔斯得意的向他们炫耀着自己的末日宣言 然后路德拿出了尼尔斯的手机 对他说我们能通过他找到克拉 但只有你能解锁 并说我们可以在直播上宣读你的宣言 尼尔斯答应了路德说 如果宣读了宣言 就把密码告诉他们 在看到电视上的主持人读出他的宣言后 他认为事情已成定局 方向的帮他们解开了密码 拿到手机后 路德立刻在店长上寻找线索 成功找到后 伊森一声令下 屋子的四周瞬间倒塌了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为了骗到密码 伊森他们演的一出戏而已 这时主持人也走了过来 撕下了面具 露出了班级德爷的脸庞 尼尔斯被这一幕整得瞬间蒙掉 得到线索的伊森来到了德国的航空基地 与他们的新部长亨利会合 亨利告诉他 在解锁的手机中破解了克拉与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这个女人外号白寡妇 表面上是一个慈善家 其实她真正从事的是军火交易和洗钱 克拉他们俩已经约定了今晚 在巴黎大皇宫的私人贵宾厅会面 商讨交付一个不明包裹 现在伊森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找到克拉 就在这时 钟情局的新局长艾莉卡 带着她的手下沃克走了过来 他对亨利说 让沃克与伊森一起去完成这次任务 否则谁也别去 无可奈何 亨利只好默许了他的条件 坐上飞机后 伊森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沃克 首先他们需要先找到克拉 再扎晕他后 拍下他的脸 然后制出面具 伊森带着面具去约白寡妇会面 最后通过他找到布和 可是沃克听后却嘲讽到 居然有人被假面具骗到 很快飞机就飞到了目的地上空 就在他们准备好要跳下去的时候 伊森发现他们的下方布满了乌云 而且还在不断的打着闪电 他决定改变计划 可是沃克却逞能的跳了下去 伊森见状只好跟了上去 在下降过程中 沃克被闪电击落过去 伊森为了救他 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他 快要落地时 因为照顾沃克的原因 伊森被挂在了房上 他解开伞后 灵鬼带爬的来到下面 这时沃克也安全的落在了房上 收伞时对伊森说 你弄丢了你的氧气瓶 伊森瞬间感觉到无语到了极点 进到巴黎大宫宫后 伊森和沃克通过追踪手环 在卫生间找到了克拉 就在伊森拿着麻醉针扎向克拉的时候 被克拉察觉到了 三两下就打掉了伊森手里的针 但是趁他没防备时 被沃克用电脑一下子拍晕了过去 随后伊森开始扫描他的脸 可是因为刚才那一下 店长被摔坏了 出现了故障 还没等扫描成功 克拉就醒了过来 一脚把伊森踹飞了出去 然后又把沃克也打倒在地上 在搏斗过程中 他们两人都不敌克拉一人 最后就在克拉拿枪要KO伊森的时候 克拉被人一枪爆头 伊森转头一看 发现是伊尔莎救了他 这时的克拉已经识别不出面部了 而且他的手机也被打碎了 伊森只好戴上克拉的手环 寄希望于白寡妇没见过克拉 伊森刚走出卫生间 伊尔莎就追了上来 他告诉伊森 今晚有人想杀克拉 而且他们只知道克拉会与白寡妇见面 你去的话就会被当成克拉 伊森懒到演讲厅 环过了一圈后 发现真的有杀手在附近 他与白寡妇碰面后 告诉了他现在危险的处境 随后他们就离开了巴黎大皇宫 来到了白寡妇的住所 伊森说明了自己来的目的 但白寡妇告诉他 他只是一个前客 买家另有其人 而买家的筹码是莱恩 并把一个布盒当做筹金交给了伊森 第二天早上 沃克偷偷的会见了他的上司 艾丽卡 然后对艾丽卡指控了伊森 说伊森才是真正的克拉 并把一个手机交给了艾丽卡 说这是之前那个假的克拉的 很显然之前的手机已经碎掉了 而这个沃克是掉包的 他是为了陷害伊森 接着他与伊森就开始了截获莱恩的行动 在班吉和路德的配合下 他们很顺利的截走了莱恩 就在伊森与沃克正准备脱身时 伊森的车出了点小状况 他被警察追了上来 上演了一出激情的追车大戏 经过一个路口时 伊森不小心装上了一辆车 摔在了地上 他很奸斩地爬了起来 跳进了草丛中的下水道中 班吉他们在这已经等候多时 带着伊森逃走了 逃走后 他们来到了车站与沃克会合 就在刚打开车库的门 想要驱车离开时 正好门口有个女警察 伊森为了不伤害到他 上前劝说他离开 就在这时 这个女警察突然被打飞了出去 四个大汉拿着枪走了过来 就在他们要杀掉这个女警察的时候 伊森出手解决了他们 然后伊森对女警察致歉后 开着车带着班吉他们离开了 在路上 他们遭到了伊尔莎的袭击 伊森急忙让班吉他们下车 自己带着莱恩躲避伊尔莎的追杀 在路上 他开着车疯狂地逃窜 伊尔莎在后面穷追不舍 最后在一个胡同里 伊尔莎抄近路 拦截在了伊森的车的面前 拿着枪对准了伊森 危机之下 伊森只好开车撞了过去 带着莱恩离开 这些都被白寡妇的手下尽收眼底 与班吉他们会合后 路德向莱恩的身体注射了追踪器 随后伊森来到了与白寡妇碰面的地方 他向白寡妇询问麦家的下落 可白寡妇却问他 伊尔莎是谁 并且要伊森把伊尔莎带给他 然后就吻了伊森 显然白寡妇已经被伊森的美貌所吸引了 在离开的时候 他告诉了伊森会去伦敦 与白寡妇分开后 伊尔莎找到了伊森 伊森对刚才的所作所为向伊尔莎表示了歉意 并让他不要再插手了 伊尔莎说出了自己出现的缘由 原来是英国政府怕莱恩被别的国家审问时 说出国家机密 让他来除掉莱恩 这也是为了测试他的忠诚 然后他追问伊森莱恩的下落 伊森却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被拒绝的伊尔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后 转身离开了 接着伊森就与他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伦敦 进到了一个废旧的地下仓库中 这时亨利已经在这里等候两久 他们把莱恩带到了一个房间中弄晕了他 然后与亨利讲述了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这时亨利说出了真相 其实白寡妇为了拿到豁免权 一直在和中情局合作 这次让他们来伦敦 就是为了找出真正的克拉 而他们怀疑伊森就是克拉 然后拿出一个资料袋 对伊森说 里面的种种都证实了你的嫌疑 伊森奋力的辩解着 可是这时的亨利已经不信任他了 伊森只好扎运了他 然后让班级假扮成莱恩 准备去与白寡妇交易 并让沃克留下来看守莱恩 然后就离开了 在他们离开后 沃克拿掉了监控 救醒了莱恩 说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克拉 正当他要带走莱恩的时候 发现了端倪 他一把撕下莱恩的面具 发现这是班级假扮的 这时亨利在背后拿枪指向了他 伊森他们也回到了这里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他们配合演的一出戏 暴露了沃克只好束手就擒 但是他还在寄希望于埃里卡身上 说这只是自己演的一出戏而已 但是不晓得是 埃里卡一直在与亨利视频 这一切都被他看在了眼里 亨利问埃里卡该把沃克送到哪里的时候 埃里卡关掉了一面灯 让他的人冲了进去 对亨利说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要把他们都带回去 可是埃里卡的特工中 已经渗入了沃克的人 他们开始了一场混战 莱恩也趁乱逃跑了 这时伊尔莎赶来了这里 参与了这场混战 就在沃克想在伊森后面开枪的时候 亨利冲了上来 与他撕打在了一起 但是却被沃克用刀子杀死了 然后沃克趁机劫持了路德 快速的一向出口 在移动过程中 路德顺手拿起了追踪器 扎向了沃克得以逃脱 但是沃克却逃走了 在他们解决了沃克的手下后 伊森立刻追了出去 伊尔莎与班吉他们一起紧随其后 但是刚跑出来 伊森就被人跟踪了 为了躲避他们的追踪 伊森跑到了房顶上 又在班吉的指挥下 继续追赶沃克 开启了他的跑酷模式 在楼与楼之间 他急速的飞跃过去 但是就在另一处楼之间 他差点掉了下去 不过在主角的光环作用下 又爬了上来 跑进了一个办公区的时候 班吉告诉他转弯 情急时刻 他只好用椅子砸碎了窗户 在众目睽睽之下 跳了下去 最后在班吉的不断引导下 伊森追上了沃克 但是沃克已经锁上了电梯 伊森只好抓住电梯下面 跟着他一起升了上去 在上升过程中 沃克拿出了伊森的前妻 朱利亚的照片 对他说如果让我再看见你 他就会死 说完就走出了电梯 爬上楼顶 当伊森追上去的时候 他已经带着莱恩 走着直升机飞走了 他们只能重新部署 因为之前在莱恩身上 安装了卫星定位器 所以班吉很快就找到了 莱恩所在的位置 又因为中情局 已经渗入了敌人 所以这次只能靠他们 自己来完成 然后他们赶往了 莱恩所在的地方 在路上他们失去了莱恩的信号 不过他们已经找到了他确切的位置 在一个医疗营中 这时班吉也找到了拆除核弹的方法 那就是让发射核弹开始倒计实时 然后再关闭引爆器 到达目的地后 伊森居然遇到了朱利亚 还有他的新人丈夫瑞克 就在他们相互寒暄的时候 路德有了新的发现 把伊森叫了过去 他们在帐篷后面发现了一枚炸弹 伊森把路德留下来拆炸弹 然后他带着班吉和伊尔莎去找引爆器 这时沃克开启了爆炸倒计石 而且正在走向直升机准备离开 伊森正好看到了他 开车追了上去 在第二架飞机离开的瞬间 他拽在了牵引绳上 与飞机一同飞上了天 然后奋力地顺着绳子爬了上去 解决到了里面的两个人后 自己开着飞机追着沃克 他试图用下面的负重来击落沃克所做的飞机 可是却被他们给躲开了 然后他又试图撞向他们的飞机 可是也没能成功 而且还遭到了沃克的反攻 在追赶的过程中 他们开到了一个山谷中 沃克击中了伊森的飞机 使他的飞机出现了故障 就在飞机坠毁之前 伊森奋力地撞上了沃克的飞机 两架飞机同时落在了地上 另一边 朱利亚来到路德身边 帮着他一起拆除核弹 留下来的班吉和伊尔莎 则开始寻找另一枚核弹和莱恩 经过一番寻找后 伊尔莎找到了莱恩 并在莱恩的住处找到了另一颗核弹 他立刻通知了班吉 还没能说出具体位置的时候 就被莱恩偷袭拽倒在了地上 打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莱恩紧紧地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班吉找了过来 当他走进来时 就被莱恩从后面用绳子套住了 他死死地勒住了班吉的脖子 班吉试图反抗 可是却不是莱恩的对手 他把班吉掉了起来 伊尔莎急地直接撞碎了椅子 摆脱了绳子 然后与莱恩开始了激烈的打斗 他把莱恩直接勒死后救下了班吉 二人开始拆除另一枚核弹 与此同时 坠在地面上的伊森还没等逃出来 就被沃克的飞机 连带着撞进了悬崖的缝隙中 伊森冒险解开了安全带 冲下去拿引爆器 可是还没等到手 飞机再次滑落了下去 伊森和沃克被甩出了飞机 落在了一块小平地上 飞机也被挂在了峭壁上 二人在平地又开始了一番打斗 打斗的过程中不慎跌了下去 不过还好拽住了绳子 伊森抓住了峭壁开始往上爬 沃克紧随其后 伊森为了摆脱他 一把拽下了绳子 把沃克勾了下去 终于在核弹前的最后一秒 成功解除了危机 看到直升机飞来时 伊森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医疗营的病床上 瑞克告诉他是朱利亚救了他 经历此事后 朱利亚也理解接受了伊森 伊尔莎和英国情报局的旧账 也一笔勾销了 伊森他们俩幸福地走在了一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碟中碟6上映于2018年豆瓣评分8.1分 动作场面拼到没朋友 而且在拍摄前 阿坦哥为了动作场面的逼真效果 专门前往专业公司学习直升机驾驶 亲自驾驶直升机进行拍摄 为了拍摄空中追逐这段危险动作戏 拍摄组有13架直升飞机同时飞在空中 要拍摄的直升机在空中做特计时相距 更是只有区区几英尺 危险系数直线飙升 当然效果也是十分一流 观众们看的那是激动加紧张 碟中碟系列电影从1996年到2018年 一共经历了22年 我们也见证了阿坦哥从小鲜肉到大叔的蜕变 此系列影片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绝对可以堪称经典 好了 《碟中碟》系列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